今天很多人跟這個歐克蘭來收聽 來看一隻波蘭 舊口跟這個 斯洛維尼亞這三個國家領袖 不怕政會親自來拜訪歐克蘭 表達後面對著歐克蘭的支持 歐克蘭總統節輪司機 如果透過是新中加拿大的國會演算 比如說總統拜登 下個禮拜也要出席這個北約的訪問 那麼這個後面的領袖面對面來討論 加拿大國會十五 用老舊的婆娘歡迎歐克蘭總統節輪司機 在各國國會發表演講 節輪司機頭前感謝地建政北韓 只要對歐克蘭支持 也要再次讓歐克蘭的國家 要對五個歐克蘭空做在他們的空隙屏東 歐克蘭總統戰爭 之後不怕政會親身去基富 跟基林斯基回答 表達黑民對歐克蘭支持 目前超過三百萬歐克蘭人都離戰爭 結果差不多收獎十五萬人 不然是暗地超過一百八十萬人 另外一方面 美國拜登政府 招募又提供八億美金 招募歐克蘭未必要關閉 拜登中間後已經向歐克蘭 割二十億美金 不過基林斯基一直要求 選擇募進行區 美國議員不成功 拜登一禮拜 會親身去布魯塞 出席北京經濟訪會 跟歐洲領袖民對民討論 能夠戰爭的局勢 我方十五也選擇保護措施 包含拜登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跟國中立剛才來領人 緊急進行五國 另外四人在表格進行 跟在選擇退出 不過歐洲最主要政權 作為歐洲理事會十五晚上 一萬一兩百十六票 國中議兩票反對三票起款 宣佈開讀五國會接 這是歐洲理事會 四上第一次將新安國掛出來 五國未來 北英國受助歐民政權歡迎 公司新聞經營請便宜